请问呼 请问九幽黛 请问或训练 请认识 那么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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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接着昨天的内容 大家翻开书圣教级232页 还是从第七行开始 这个第七行呢 昨天我们说到 就是我们读书读到这里呢 会有两点疑问 第一呢 就是说 关于无量寿这三个字啊 我们贪乱祖师 他为什么要分为两处来解释 第二问呢 就是看到这里的解释呢 也觉得似乎很平淡 没有什么深意 言无量寿如来寿命长远 不可思量也 这就是有两处 那么这两处疑问呢 可能大部分人还是问不出来 就读书读在这里没什么疑问啊 就读过去了 那为什么问不出来呢 因为第一个问题啊 它是和篇章结构相关的 就说我们写文章也好 这个语言表达也好 它一定有它的次第关系 那我们一般人说话都没有这种概念 他当然也就看不出来 他就是前面说了 后面又啰嗦 又来这个补充啊 或者是又来一些 搅和不清的 但是作为谭兰大师这样的祖师呢 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他绝对不可能说前面说话没说完 再来补充一下 他方位两处 就一定有方位两处的道理 和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这是涉及到整个 就是文章著作的篇章结构的安排 那么这样的安排呢 对表达它要这个说明的意思啊 非常有重要的作用 那底下呢 我们会在专题说明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要训练我们平常读书的时候 就要有篇章结构的概念 这样我们读书啊 你就会呢前后通达 融会贯通 所以这里呢是一个训练 再就是呢 我们的眼光呢 读书的时候 往往会局限于具体的文具 所谓啊 一般讲鼠目蹭光啊 你眼光就能没寸长 但是它这地方的结构呢 跨得比较远 我们往往看不到 看到后边就望了前面 所以这也就是一两页跨结构来 我们就是读了 就读下去了 这样呢就没有这样的训练也不行 所以我要训练我们 眼光要远一些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一般也问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个 精益文具的解释啊 都比较浅显 这个虚浮 然后呢 就是表面一划而过 所以他看到这样的文具呢 跟他的心 跟他本身的理解就一样 就这样 我解释也就这么如此而已 他也问不出来 其实这里边都有深意啊 我们还是往下说 那昨天呢 我们解释过了 呃 泰伦大师对无量寿 这个名号呢 他是有两重的解释 第一个就解释为 呃 安乐净土如来别号 这是就名号本身来解释 呃 显示他是别号 第二呢 解释为寿命长远 不可思量 这是呢 就他的呃 文字的意义来解释 所以一个是名义 一个是意义 那么这两个解释 两处解释呢 前面呃 无量寿如来别号 作为经体 后边这个呢 解释呢 是作为 解论名目的一部分 如果从这两点来讲呢 前面的解释是大解 啊 是比较根本重要的 主的 后边这个呢 是就解论名目 因为这句话 我们之所以 看得出来 是因为台湾大师本身呢 他就有解论名目净 啊 这几个字 啊 这几个字呢 在233页的第七行啊 净是结束 那么开始从哪里呢 开始有人 如果不会看的话 可能会看到231页 因为无量寿 这是无量寿 经油婆提舍 那第三行吗 231页 第三行就 无量寿 经油婆提舍 没有到这个地方 他结论名目的开始呢 是从232页的第七行 从这里 无量寿 经者 油婆提舍 从这开始的 那么由这一个话呢 我们就了解 这里的无量寿 他是解释 无量寿 经油婆提舍 怨生计 婆娑盘头 菩萨造 所以前面这一句 这里边呢 分为每一个文段 每一个句文字的段落 来解释的 它是个细节的问题 因为这个论 叫我以佛经造论 与佛教相应 它一句经 那么经体呢 是个更重要 更关键的 更大面的一个说法 这里呢 它是就具体的 经的这个论的名目啊 把它抽列出来讲 所以它本身呢 有那个轻重 不同的分量 同时呢 它也有那种 就所谓大节和细节的区别 所以它不可能混在一起的解释 你比如说 这个神长一个级别的参加会议 他不可能叫村长去参加 他这个不是那回事 所以你如果把这句话放在前面 我们昨天也说过了 你比如说 我们翻到过来 二百三十一页 无量寿 是安乐净土 如来别号 明比如来寿命无量 寿命长远 不可思量也 那么放在这里呢 就很不恰当 不可以把它挪到这里来放 那不恰当是因为它的意义啊 本身是有区别 它表达的重点不一样 另外文气也不贯通 因为它底下说了 直接的就要说明是以佛名号为晶体 这中间呢 不可以再夹杂别的内容 这样就会障碍住了 那我们说呢 这个别号啊 它的意义更加的优选 也更加的主要 它是对全经 以佛名号为晶体 对整部经的一个实质性的解释 那么我们就结合这一段来看一下 我们看今天一个补充图表 补充图表 第一页 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别号 它的意义更加的广阔 更加的根本呢 那我们就来读一下 这个别号的别啊 有两种含义 一个就是区别 就是无量寿如来 如来是通号 佛如来 这十号叫通称 世尊呢 无上师 条约丈夫等等 那么 无量寿佛 释迦摩尼佛 要是佛 这前面的字 要是释迦摩尼如 无量寿 这个呢 是每尊佛 各别所有的号 所以叫做别号 有别于其他佛的名号 那么如果 谭浪大师这里的解释 也只是到这个地方为止的话 那也不见得有什么深意 这里的别号 当然这里有这样一层意思 它还有第二层转进的意思 就是特别的 特别 特别在哪里呢 就是善那大师所说的 别一致宏愿 它有它特别的意义 在当中 阿弥陀如来 是以名号度终身的佛 由于它的本院 四十八院 特别是第十八院 第十七院 是十方诸佛 滋接称探它的名号 是十方世界的众生 闻其名号 信心欢喜 既得往生 所以它这个名号 所含有的意义 那就特别深远 所以这个特别的 在当中 这样呢 它构成无量寿静的精体 同时呢 构成了度终身的作用 所以无量寿 这个名号 无量寿佛的功德 那特别 对我们这个法门来讲 是建立法门的根本 也是众生啊 往生成佛的根本 所以它的意义 是非常深远的 那么贪婪大师的解释呢 也非常的善巧 精妙 那我们看这个 这张 这个结构表 这个别一致宏愿呢 就有两种别 一个就是音院别 它音中发的誓愿不一样 第二呢 就是果号别 这果号别呢 就是果帝的名号 由于音帝的誓愿的 赋予它特别的内容和作用 那么在果号别呢 这个别号我们意义来看 就是我们这里 虽然以佛名号为经体 出现在231页的第五行 但是呢 这个呢 是整个网孙论著 也是整个净土三不经 乃至是整个 整个一代佛教的 一个中心点 你读书要这么读 你要放大来看 不是灌读这个地方 以佛名号为经典 以经体 好完了 你要展开来读 从前往后面看 就是以这个为原心 往前面读 读哪里 比如说 前面讲到一行道 那么其实这个一行道 它有什么才有资格 称为一行道呢 你就要读到这个名号 为经体读到名号这来 哦 它之所以称为一行道 是因为有阿弥陀佛的名号 不然不能成为一行道 这样你就会呢 一以贯之 你就会聚焦 你看书就会通达 那我们再往下来读 那这里说 无者唯是自立 无他力持 你这个他力这两个字 你马上 你就 如果你会读书的话 你马上就会跳 一下就跳到 佛名号 它是他力之体 因为有阿弥陀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这个他力 它有什么 来展示出来 就是以佛的名号 所以名号也是他力之体 体就是它的本质 如果没有名号 没有他力 你就马上就读到名号这来 这个持这个字呢 也要读到名号 持就是支持 就是扶持 持住你 让你呢 不堕落 那也是因为有名号 名号像船一样 船那刃 这个把这个乘客 持载在上面 那名号就把我们 你本来要堕落下地狱的 他把你持住了 拿住了 所以也是有名号的作用 那这个持这个字呢 你要读到 这个名号来 下面我们 比如在一行道德 为但以信佛因缘 这信佛因缘几个字 也马上就跟名号挂钩 信佛因缘是信什么 就是信称名必得生 就是信这句名号 名号的因 就因地的本愿 名号的源 就是你称名 光明来摄取你 所以你这样读 就非常清晰 那怨神净土呢 也要读到名号 怨神净土 是这六个字的召唤 拿摩者归命 回向发愿 你要怨神我的净土 如果没有这六字名号的时间 我们怎么能够怨神净土 那如果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所修行的 定善散善 杂行功德回向 你不跟名号挂上钩的话 那你这个怨神净土 这个来源就不清净 来源呢 就像水要失去源头 木没有根本 所以你觉得 我虽然很想怨神 但是呢 我感觉我往生没有把握 因为你的怨神 不是从名号的呼唤而来的 当然 从佛的本意来讲 你现在在这个 在这个世间 不管你修定善散善 诸行回向求往生 它的根本还是名号的作用 但是你不知道 你一直在众神这一边 就以为我这个定善散善功德多大 所以这个怨神净土 如果你不和名号挂钩的话 那这个怨神不是 不是三星里边所讲的怨神星 不是决定真实心中 发愿怨神壁国 那你这样呢 就往生是不定的 所以我们怨神净土呢 也要马上就一条线 牵到佛名号 那么称佛愿力呢 马上也导规佛名号 就称佛名号 即是称佛愿力 所以这每一句话 你都从佛的名号来看 那辩德往生呢 也是佛的名号 为什么 以私一顾既得往生 其实我们这几句话 如果呢 辩德往生比清净土 从塔拉大师解释的 一行道这几句话 其实呢 前面就是善道大师解释的六字式 信佛因缘是什么意思呢 拿摩者即是贵命 怨人净土什么意思呢 亦是发愿回向之意 称佛愿力是什么意思呢 阿弥陀佛即是其行 对不对 辩德往生比清净土什么意思呢 以私一顾必得往生 所以你看这么你配对以后 哎呀 好像这祖师之间的通了气一样 他就是一脉相称的 所以那一行道 他之所以成为一行道 你这么贯穿读下来 就是因为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他才成为一行道 好再往下读 佛力助持 也要想到是六字名号 所以在网声里边说 正觉阿弥陀 法王善助持 这个阿弥陀佛的正觉力 也就是名号力 也就是阿弥陀法王的这个善力 出世善 善根之力来助持的 基督大乘正定之据 也是呢归到佛名号 为什么 龙叔菩萨说 阿弥陀佛本愿如是 若人念我称名自归 记入必定 你怎么能够记入必定 是名号的作用 所以这所有的 比如水路 乘船则乐 你马上也想到名号 你六字名号 就是大院船 乘上六字名号 大院船 就可以渡过圣斯广海 所以这个船不是指别的 就指六字名号 那你这样你每个地方读下来 都能够归接到 这个南无阿弥陀佛 好我们再往下看 上眼之极致 此无量寿金 由婆提舍 盖上眼之极致 不退之风行者也 如果我们不注意读的话 这两个地方 我们觉得文字很优美 这个叛教非常的高超 上眼就是摩河眼 大乘 大乘当中的极致 不退呢 不退转地 不退转地的顺风航船 非常的优美 但是他有什么资格 成为上眼之极致呢 当然前面解释 这么多一行道等等 就是因为有六字名号 有佛名号 他才成为上眼之极致 上眼就是大乘 大乘的禅密 天台华言等等 这个都是大乘摩河眼 但是呢 不成为极致 为什么 他不是以名号为体度众生 而净土法门 异行道 净土三不经 五量寿经 称为上眼之鼻致 这极致 极就是到顶点 那是因为呀 是佛名号为经体 所以这样的判断呢 就有这个根据 就有来源 不退之风航 所指的是什么呢 还是指这句六字名号 刚刚讲了 吉如必定是不退 这个趁传则乐 风航 由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净土法门 才称为不退之风航 这是我们 从佛名号往前读 那我们就往后读 后胜者 婆受盘徒菩萨 夫应如来 大悲之教 马上就 又给他归到佛名号 这个大悲之教 是叫什么 我们看上的大师 观经书里边 解释说 阿弥陀 这个佛 是满足大悲之人 大悲之教 是教我们什么 称念 南无阿弥陀佛 这才是大慈大悲之至极 所以你读 如果你读到这个地方 只是 阿弥陀佛很慈悲 释迦摩尼佛很慈悲 他大慈大悲之教 那就是文句 你马上就要联想到 他就是 所谓的大悲之教 就是阿弥陀佛六字名号 再往底下读 所谓的入佛法相 优婆提舍 入佛法相 解佛经教 如佛意相应 佛许名 优婆提舍 欲入佛法相故 那么怎么入佛法相 你只要念佛 就入佛法相 我们看我们这张图表 称名 即入佛法相 这里打了一个譬语 这个譬语 也是《网顺论柱》里边 所有的 就叫做 蛇入竹筒御 哪一页呢 等下回去再查一下 就是他说 蛇性虽取 入竹筒则直 这个蛇 它是弯的 斜的 扭曲的 但是把它放在 竹筒里边怎么样呢 它没办法不直了 它自然就直了 说明我们的众生 是斜见众生 这个竹筒就代表六字名号 我们整整的 斜知斜见 你只要一念南无弥陀佛 就入佛法相 你不是佛弟子 也成为佛弟子 所以呢 这个法华经就说 一称南无佛 皆共成佛道 那么上 上大大师怎么解释说呢 说一称南无佛 皆共成佛道 就外道之人 他都不念佛 你一念佛 你就入了佛法的 佛法之道了 就像那个蛇 你一进来就入佛法之相 那么如果你讲空性 你讲这些道理 那不行 他没有一个竹筒把你套住 你讲 都是漫无边际的 讲的很多 但是内心不相应 你不如念佛 所以这个念佛像甲板一样 啪就给你夹进去 一个竹筒 这个竹筒比甲板还好 它是圆的 甲板上面还能 可能飞得掉 快进来 所以这个祖师比喻 特别巧妙 你一念佛 这心就给你套住了 你就是乖乖的顺着 这个竹筒往前走 你乖乖的流过来 所以他这个入佛法像 所以你不管什么人 他只要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就是入佛法像 那么如果我们解释经文的话 你要入佛法像 那不行 那不容易 那搭到什么程度 天清菩萨往生的这个程度 得佛的许可 你确实也悟到了佛的心 你讲的话 这个解释经教 他才能入佛法像 佛才许可 你叫做忧佛提舍 那我们能行吗 我们不行 但我们虽然不行 我们笨 愚 没有智慧 可是如果我们念佛呢 称名即入佛法像 所以我们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那你这个境界层次 就跟是天清菩萨一样高 所以从这句话呢 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安慰 那么同时呢 这你只要称名入佛法之下的话 前面什么五难 外道向善乱菩萨法 你这个只要称名 五难一个都不难 破五官斩六将 直接就过了 对你念佛怎么会被外道乱菩萨法呢 念佛愿意求生极乐 这本身就是大上演之极致 不退之风行 他怎么可以被外道所乱呢 只怕你不愿求生极乐世界 显然不求生极乐 这很容易出问题 就成为外道 外道他就是没有 他不求这个的 他就是世间善法 来障碍了出世善法 所以这五难 身文自利大 障大慈悲 为什么身文自利 障大慈悲啊 他容易退堕啊 所以他想 算了 我自己求解脱吧 就障碍大慈悲了 如果我们念佛呢 不退之风行 他怎么会有障碍呢 你尽量就可以发大菩提心了 不退之风行 有这个力量 无赖恶人 迫大甚德 因为你靠自力修行 在这世间啊 有种种障碍 那如果你靠安弥佛 弥陀名号 不退风行 是靠这个 风行船的力量完全推进 一切恶人不能破坏 颠倒善果 能坏犯恨 要自力修行 也有这个障碍 那你靠佛的名号呢 没有这个障碍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不退之风行 不会退转 那么第五者 为是自利 无他力持 那我们靠佛的名号 显然就趁佛的愿力 所以这样的来理解的话呢 你就会非常通达 当然我们只读到这一句 如果我们往下读 大家回去 有信心 有兴趣 有时间 你就把这个名号 最中心原点 再往后面看 你不让哪里看 你都把它 拽到一条线 就拽到佛名号这来 你会读得非常舒服 读得 觉得哎呀 这个怎么理解 好像层面一下就开了 你就可以往后面来读 那我们看这边的一张表 这个示意图 名号为中心的一个示意图 这个示意图就前面那种 结构图的一个 另外一个版本 名号为晶体 这是他人大师所说的 那旁边呢 有很多线 线上面其实呢 他可能画不太好画 比如我们看 正第一个 佛功德 正面的啊 佛功德 其实我是有个小据点 有个小圆点 哎 就牵得过来 那看得更加的 清楚一些 那么佛 这个佛功德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这个名号 所以这经理讲啊 于大众之中说 无量受佛 庄严功德 即以佛名号为晶体 那么佛功德之体 就是 就是南巴阿弥陀佛六字名号 这个佛功德呢 在佛边来讲 就是无量受佛 庄严功德 如果展开来讲 叫做三种庄严功德 三言 就是安乐净土 佛 清净庄严功德 安乐净土呢 菩萨 清净庄严功德 还有呢 国土 清净庄严功德 这三种呢 都是一位的 都是涅槃 这个涅槃界的功德 所以菩萨功德 不是归在单独哪一个菩萨 文书菩萨啦 观音菩萨啦 世之菩萨啦 普贤菩萨啦 弥勒菩萨啦 那么在极乐净土上 他啪 统统都归到阿弥陀佛名号 他虽然叫菩萨 他本身具足了六字名号 所赋予的功德 他也不是他个人 在单独另外修的功德 必须归到名号 那么国土功德呢 比如说 这一个这一笛八功德水 这一片七宝树的叶子 这一块呢 一寸这个琉璃地 这所有的功德归到哪里 归到名号 要这样读 那么三金的功德 不用说也归到名号 那往生论呢 往生论所有的 他所展示的 也是这句名号的展现 那一行道 为什么称为一行道呢 也是因为六字名号 这底下所有他利呀 等等这一转 全部转过来 到五念门 到五果门 所有这一切 都归在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菩萨 为什么称为菩萨 因为有六字名号 他称为菩萨 那我们只要念佛 也是菩萨 凡复菩萨而已 那五念门就礼拜 赞叹 作愿观察和回向 那我们不会读的人呢 就会说 把这五念门分张为五个 其实这五个都归到一个 归到阿弥陀佛名号 礼拜是归命 赞叹是称明 作愿是回向发言 愿往生 观察是名号里边 具有人 这个无量受佛的 极乐净土的 这个境界 境界像 回向是自己愿往生 然后呢 愿跟众生往生 那名号本身里边 就是阿弥陀佛名号 功德回向给我们 而这个名号当初的成立 是因为发了愿 要救度释放众生的 所以我们的回向 不过是炒献饭而已 因为阿弥陀佛已经说了 我要救度释放众生 你现在在给别人 这阿弥陀佛已经回向过了 如果这个十八月里边 没有释放众生 不包括释放众生 你想回向也回向不了 他现在就是普遍 给释放众生的 所以我们回去呢 以后啊 大家就从这个来看 以名号为中心点 原点来看 整个网圣论著 包括我们这个圣教集 接下来一个问题呢 就是 这个问题也问一下 就是231页的 第五行 第五行说呢 释迦摩尼佛在王舍城 及社会国与大众之中 说无量授佛 庄严功德 即以佛名号为经体 这个即以两个字啊 它是一个顺阶之词 就是它沉顺着前面的文句 直接就下来了 那么我们怎么看出来 它这里说以佛名号为经体呢 这是个结论 它有前面的表达 就得出这个结论 那我们读书的时候呢 就要把他这内在的脉络 要把它理清楚 这个是沉接了前面 无量授这三个字 是沉接了无量授经 经题当中的 无量授三个字 就说在谭兰大师当中 在谭兰大师来读这三部 净土三部经啊 他都读为无量授经 他怎么读呢 就是王舍城所说无量授经 这有两部 一个是佛说无量授经 一个是佛说观无量授经 再一部就是社会国所说无量授经 这就是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是社会国嘛 对吧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读呢 谭兰大师用字是非常精准 非常简洁的 这么读了好几个字 他是为了强调 说法地点的不同吗 如果我们表面看起来 哦他是强调 这部经是在社会国说的 那两部经呢 是在王舍城所说的 其实他不是强调地点的不同 他是强调这三部经里边 有一个共同的 无量授三个字 这是佛的别号 这个别号就是经的经体 因为一部经 它的本质内容 它是要抽取在经的题目当中 这个题目叫 把所有的这个经文的文具 都涵盖了 比如说 我们到某一个机关去办事 这个机关的挂的牌子 叫税务局 那么这个税务局的三个字 就把所有的所有的功能作用 大的小的细的 什么条款法律 所谓工作工作安排 不通通都有了吗 所以他这个经文的题目呢 就包含所有这一切都在里边 别人到洪院寺去 洪院寺 那洪院寺的僧人 联友 服务 法义 道场 这个道风 这个讲经 说法 度众生 做慈善 所有这一切 洪院寺三个字 统统包含在内 所以他就是体 那么这个名 无量寿经 所有这部经里边 虽然有很多字 一万字也好 一千字也好 他讲来讲去 不离开无量寿佛明号 不离开这三个字 千言万语 都要归在无量寿三个字 他都是无量寿的 这个佛明号的一个 不同侧面的展现而已 所以他讲到 八功德水 也是无量寿 讲到菩萨的 这个往生 众生的往生 也是无量寿 讲到诸佛的赞叹 也是无量寿 佛的名号 讲到菩萨的功德 也是 这个 佛明号的功德 佛明号 所以这样呢 他就能够 显明 他是佛明号为经体 所以要知道呢 泰兰大师啊 他用这么多的文字 文句来表示啊 他不是要 区别于讲法地点的不同 不是从这个 地方来讲 反而是呢 要说明三经的 共同之处 就是 因为如果把它分开 这个语言表达上 就不优美 他有无量寿 又有阿弥陀 你要加很多话来说明 他不这样讲 因为他就讲话 就是高啊 他说 世卫国所说无量寿经 阿弥陀就是无量寿的意思嘛 他把这三个呢 把它 合成一个来说明 这样说明三经的宗旨就完全贯通 所以呢 即佛明号为经体 这三部经所讲的 所指的 就是都是这里 这个体呢 以前我们解释过啊 在我讲说阿弥陀经的时候 也解释过 也可能有人呢 这里是粗听 那我要说一下啊 你像这个冰 冰是以什么为体呢 是以水为体 所以它画出来都是水 大的小的硬的 什么造型 它都是水 像这张桌子 它是木头为体 不管腿啊面啊 哪个地方 它都是木头 所以这部经什么 所谓的以无量寿为经 为体 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的本质 本质要素元素 就是无量寿 这个名号 佛的名号 有不同的展现 它可以展现为 国土庄严 可以展现为 菩萨功德 可以展现为 佛功德 可以展现为 众生往生 它是不同展现而已 但是它的体性 性质 本质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 所以不管 因地试验 果尚等等 作为这一切 它就称为体 啊 那我们再翻过来 呃 二百三十二页 二百三十二页呢 我们刚才 已经说了第一个 呃 关于两种疑问的 低重疑问呢 我们了解了 这是 前后 轻重 事宜的层次 哈 不一样 所以呢 分为两处来解释 接下来我们看 这 这处的无量寿的解释 无量寿者 言无量寿如来 寿命长远 不可思量也 如果我们粗看文句啊 觉得这句话 确实比较平淡啊 而且还比较啰嗦 你看 无量寿者 言无量寿如来 这个又把它重复一下 有必要吗 如果我们简略一下 无量寿者 言笔如来 寿命长远 不可思量也 可不可以呢 似乎也可以哈 还读起来 更简略一点 一个指代词 不是更好吗 老兄 对不起 错了 这里绝对不能改 这里一改 味道就变了 你知道吗 因为 它这里是有意思的 这里言无量寿如来 这无量寿三个字啊 是如来的别号 它这里的 把这 用这五个字 它就是衔接前面的内容 是安乐净土 如来别号 然后呢 把它放在这里的 所以这两句话解释 第一个是 重复前面如来的别号 那么为什么要重复 如来别号呢 因为如来的别号 它才使得这部经 它能够能做众生 大饶意 常行于世 它如果不把别号的功能 放进来 这个说话就没有力量 那我们怎么知道 它是说如来别号呢 我们看下面 讲经解释经的时候 它说 安乐国土 佛际菩萨 亲近专业功德 国土 亲近专业功德 这三言功德 在解释 如来别号的时候呢 就解释说 无量寿佛 亲近专业功德 所以这 很显然 它就是把 别号的 这个 所代表的功德利益 把它 挪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以 这三个 专业功德 来表示它 所以这里是不能改的 你一改 那 一简略 那就没有味道了 那我们再做第二个 练习题 我们再改一下 比如我们再加几个字 加哪几个字呢 你看 二百三十一页 无量寿 是安乐净土 如来别号 对不对 它这个地方 有安乐净土四个字 我们翻过来 如果我们在这里说 无量寿者 言 安乐净土 无量寿如来 寿命长远 不可思量也 那可不可以呢 那我们觉得 也可以 其实也不可以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再加上 安乐净土 当然文字上是可以的 就说 它这个气 就断了 这个气就有点障碍住了 前面的无量寿 和下面的无量寿 和后面的利益 它就叠得非常的整齐 无量寿者 言无量寿如来 你这么读下去 你看 它中央毫无障碍 你搞四个字 无量寿者 言安乐净土 无量寿如来 它不是在这里 要突出安乐净土的 你把这四个字放进来 就多余 虽然这四个字很好 很优美 因为这个地方 就要突出什么呢 主佛的功德 单单突出佛的名号 所以直接的 是 就是一碗水 倒一碗水 绝对不加点点东西的 你不可以再加 所以如果我们这么 这么来理解 祖师的示意 那你就会发现 就是一次一句 不可加减 他怎么说 绝对不会含糊的话 他解释也 这句话 我恐怕也能解释得出来 其他那个佛名号的经体 我恐怕解释不出来 但是这个无量寿 我还是能够解释出来 你想想看 你解释你解释出来 不可以的 有时候就是很虚滑 一滑就过去了 所以你看 我们谭良大师 他这个 对经文法句这个理解表达 那非常的精准 绝对不会说多余的 没用的话 一个字都不会要 需要的绝对不会减少 尤其是 你感觉多余的话 那里一定有大文章 谭良大师这样的祖师 他怎么会讲多一个字 你都会觉得这里还啰嗦了 那对不起 老兄 这里一定是你看走了眼 他绝对不会多一个字的 也不会少一个字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有几句话 想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把这个无量寿 我们这么把它分开两处来 反复的解读之后 我就有一些呢 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以后读书呢 要注意章法结构 比如像刚才这个地方 无量寿 那像我读到这个地方 我立即就有反应 就灵敏 前面有了 这怎么还有 这是因为我们平常写文章 说话的时候 就在注意有章法结构的训练 那你觉得这地方呢 一定是有学问 有文章存在 里面一定有它的内容 一部著作呢 它往往是这样的 它是以文字语句 为基本元素 以这个章法结构 来组织布牌 它才能构成一篇文章 当然要文字语句没有的话 当然文章没有 可是呢 如果没有章法结构 它也谈不上文章 那成一个著作更谈不上 所以如果我们看人家的书啊 你打开 它如果章法结构很乱 哎呀 这书就是没有什么价值 根本就不用看 啰啰啰嗦的 说不明白 那么这个著作 或者一篇文章 它文具和结构 这两者呢 都重要 那么其实它的作用不一样 文具呢 是比较表面的 结构呢 是内里的 看文具 我们一个只要认识汉字就行了 但是结构 你不思维 你不深入 你了解不了 所以结构是内里的 文具呢 是表显在 显在外边 结构是隐藏在里边的 文具呢 是比较浅 结构呢 它就比较深 那么文具给别人感觉 什么感呢 是质感 就说 它是比如像我们一件衣服 它这个质料是什么 你摸上 像这个桌子 它是木头的 你质感什么样 是塑料的 还是铁的 这个质感是不一样 那么这个结构呢 它是给人种美感 是三条腿啊 还是四条腿啊 是正的 还是斜的 还是歪的 所以这个文具 你这篇文章 你如果只是读它的文具 哦 这个很优美 质感 但是呢 它这个结构呢 它给人一种 那种对称 那种 就是说 这个结构的美感 它是另外一种 很大气的 你要读出 这种美感出来 你读得很舒服 你要不了解结构 你就根本也看不出 它美在哪个地方 像一个人对的 他虽然皮肤 这个什么都长得很好 但是他如果结构是歪的 他哪里美感呢 走路段 那就不行了 那文具就是你身上的具体的肌肉组织啊 骨骼等等 当然结构那就不要 很匀称 很有这个美感 那文具给别人呢 是细腻的感 细腻感 每一个文 每文每句啊 那结构给人是一种力量感 这这篇文章特别是教化的著作 它的感染力 它的这种冲击力 它这种教化力 那往往都要通过一个非常优美的结构的安排 达到这样的效果 你看唐人大师的著作也好 善导大师的著作也好 它的结构是非常精巧 有力量 像这个桌子 对吧 这四条腿 当然都是用这个什么鱼木的 我们都用鱼木 那个文字文具是一样的 但是人家好的木工做出来 结构非常的稳 正 它就很有力量 唐人大师的这个木料 它做能够500斤 1000斤放下去 没问题 你坐在桌子50斤放一放 啪 就歪倒了 为什么 结构不行 小腿是歪的 别的 你没有这个结构 那肯定它就没有力量 你像一个碗 像一个球 它结构圆满的话 它就有张力 它就有力量 你歪的 别的 没有结构 就倒了 作用也发挥不出来 所以它这种结构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读书呢 要注意去这个把握它的结构 章法 这个文具如果我们就在文具当下来看 它就像一片树叶一样 一叶 那么如果结构呢 你了解它的结构就能见到泰山 如果只是在文具底啊 那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它有这种关系 如果我们看文具啊 就会呢 一文解义 那如果去掌握把握它的结构 就会融会贯通 所以它非常重要 那只是看文具呢 这就要死读书 读书死 死读的 那么你通过这个以后 再去摸索掌握它的结构 这就能读读活 那么读读活有什么特点呢 你就不会在一个具体的文具上 那个去咬文绝字 而且你通过整个结构的把握 你也知道它这个文具 在哪个位置 它表达什么意思 所以义不凌落 那你就会精能持法 就不会丢失掉 即使这一个字两个字 或者这一句不太懂 都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结构掌握之后 它一带就上来了 就像这个衣服一样子的 你把它的这个领子抓住了 你一牵都来了 所以它掌握大的结构关系 小的细节 即使你文具不了解 它的意思 它的精神气质 它是贯通的 它的本质内涵是一致的 所以这样呢 你就会 没有障碍 文具呢 就像组成一部 一个产品 一个作品 一个产品的材料一样 但是结构呢 才能让它成为一个现成品 将这个木材拿来了 它就是文具 如果没有结构 它能成为桌子吗 它能成为凳子吗 不行 它必须一定的结构的 这个框架支撑 而文具变为结构了 它就成为一个产品了 那么像砂石啊 这个砖啊瓦啊 什么钢筋啊 这个材料 都是文具都搬来了 但如果没结构 它能成为房子吗 它不能 不能成为房子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话 它就是啰啰啰嗦的 反而伏去把那个文具 蹦蹦蹦 就砖头一块块砸过来 没有结构 写文章一样 一定要有个结构 它才能够 把你的意思 完整的表达出来 所以大家 这个以后啊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训练 这个呢 就是要有这样的意识 有这个观念之后呢 就会提高这方面的私得力 所以说即使文具相同 结构不同 它的表现力 感染力 作用 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刚才我们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了 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现在有人汇集经文 那能够汇集吗 那绝对不可以的 对不对 那你能怎么汇集呢 这桌子四条腿 说都是腿 把四条腿 啪 河在一块搞一条腿 那能行吗 说这个车 两个轮子 都是轮子 把它变成一个轮子好了 倒架了 所以经文 它绝对不能汇集的 它的结构不一样 你不能胆子太大 另外这个结构呢 它不光是说是大的 它是在整个著作的 每一个部分都存在着 从细微到大处 都有结构的关系 它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而且也是环环向扣的 你比如说文字的安排 文字的先后就有结构的关系 小到一个文字 一个词组 哪个字放前 哪个字放后 它就构成了一个结构 对不对 那么它是凡 还是减 也有结构 好 再到从文字到到句式 句式的搭配 哪一句放前 哪一句放后 哪一句多 哪一句少 是平列关系 还是递进关系 还是转折关系 这个句式搭配 就有结构 好 再过来到段落的组织 段落组织里边 哪一个是标题性的 哪一个是解释性的 因为刚才我们讲经 经者常也 言言无量寿 什么功德 然后等等等等 它这个一定有它的结构关系的 这一段 它前面一定是总的解释 总是 然后再别是 然后再后再总结 这种关系才比较顺当 所以它有结构 那当然展开更广泛 到篇章结构 哪一步放前 哪一步放后 这个都有关系 每个段落之间的关系 衔接 篇章 这一定有关系的 很像网上论 先就是这个寄送分 或是长行 总说分到这个解议分 它必然有这样的结构关系 那么一篇文章 一个著作 或者一个成品 好的结构 它必然有这么几点 我这里说了几点 当然我可能也没有 那么完整 第一个 它有合理性 它必须合乎 就合乎一定的理则 第二 它有必然性 它绝对不会 你比如说这个桌子四条腿 它就是四条腿的 这个必然规则 有合理性 当然如果你三个桌 它三条腿 三条腿的这个合理性 和必然性 你双轮车 独轮车 它的结构关系 一定有它的合理性 和必然性 你独轮车 就必须独轮车的 安排它的结构 它必须两面对称 平衡 然后怎么用 双轮车 推车 它必须双轮的 这个作用和安排 所以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不能改变 怎么就你这个结构就好 我这个结构就不行 你当然就不行 四条腿 四条腿是吧 结果一条腿 其他三条腿 八十公分 一条腿七十公分 你这个合理吗 你必然都要 就是八十公分 就有合理性和必然性 前面三条腿都这么粗 后面一条腿这么细 那就是不合理 然后前面四条 三条腿是九十度 后面一条腿呢 是七十五度 这都不可以的 所以结构关系 它一定要合理 合理性 必然性 好的结构 一定这样 第二呢 它一定是有条理 据层次 和逻辑 这也是好的结构 第三呢 它一定显现什么样呢 平 稳 正 直 端 言 简洁 美 利 悦 我用了十一个字 平就是它平衡 这个结构是平衡的 不会是这个歪斜的 那歪斜的结构一定是不美的 稳呢就是稳定 它给你读上去看去 你读到这样的书 你心里就稳定 正呢就是不斜 直就是不取 不会的绕绕绕去 弯弯去就不会的 端就是端庄 这种有良优美的结构 你读起来就享受 你就感觉到很美 端庄的很 严就是庄严 简就是简 简单 它不会多一句话 它整个如果说搞得很繁琐 那这个结构肯定就不美 比方这条桌子 它哪里需要什么 它一定是需要的就需要 不需要就不需要 说这四个桌子 突然加一条中间 还加一条腿 五条腿 那肯定是中间这个木头不对 这个结构不对 它才搞掉腿蹭的地方 那不可能的 它一定是很简 这简就是不繁琐 结呢就是干净利落 美它在这种情况下 平稳正直端言简洁 它就给你美感 你读起来 享受 力呢就是力量 力道 这样的结构呢 有种力量 能够自然的 这种结构就是一种张力 这种扩张 扩展到你心里面去 所以这样的著作 摆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讲话 它就呢像一个夜明珠 夜明珠放在地方 自然对外放光 像这样的书放这里 它自然会发光的 它的能量 因为它有种结构的关系 它这个结构关系 不断地对外发送的能量 就像我们打一个手印 你手印一喝涨 它就一种能量就出来了 那如果没有结构 它哪能量呢 所以呢 它有力量感 最后呢就是愉悦 愉悦就是喜悦 让我们读的人 有愉悦的感觉 你读得舒服 你才愿意再往下读 读一遍 两遍三遍 白读不厌 因为这个结构呢 它会开张 如果没结构 就不能开张 开张它就不拘束 它用结构 它就会聚焦 没有结构也不能聚焦 它散的 聚焦就会不会散乱 你比如说桌子四条腿 它定重性是稳定在正中的地方 哪怕一个碗 它是一个圆的 它也会聚焦的地方 它不会扁的 它就会聚焦 它才是个好的结构 然后这样呢 它会让我们读书的时候啊 这种好的结构安排 会自自然然的 因为它本身的表达 它是从一以贯之 就说 不要这个往生住 它都从一 这个一是什么 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六字名号 那么以这个名号呢 展发出它这种框架结构啊 这个组织安排 所以它的所有这一切呢 还要回归到这个名号里边来 那么你来读书的人 如果你感受到 它这部著作的气脉 你会自自然然的 顺它的力量 就走到那个点 所以呢 你就会感受到 所谓它所谓的 一一贯之的一是什么 它这个文章啊 这个结构著作呢 就能够表达这样的力量 好 我们今天 这堂课就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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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